队友太菜了 超级巨星C罗领衔的利亚德胜利在沙特攻王杯半决赛当中输给了麦加统一 麦加统一这支球队前两天咱们应该有印象 因为喜欢超级巨星C罗的朋友应该看到前一阵利亚德胜利打麦加统一 超级巨星C罗进了四个球完成了大四喜 那么昨天这场比赛 其实C罗完全是有可能带队取得胜利 包括通过自己强有力的突破 法下对方一人 这个突破很犀利 不仅C罗颠峰当年 包括超强的滞空的头球 C罗跳起来之后比麦加统一守门员手都要高 所以说他身体状态和机能特别好 最近有一种言论说C罗可能会回到欧洲五大联赛 通过昨天的表现 我发现他还真有可能 他的这个身体技能真是特别特别好 这个不论是说这个迎球的爆射 还有门前的这个强点 以及关键时刻所展现出来的这个领袖能力 带队能力 真的是让我们感觉梦回金边罗 所以说这个C罗我感觉要是回到欧洲的话 还是这个铁打的主力啊 完全没有问题 依然可以带队取得胜利 不论是说纽卡斯尔还是马德里经济 这样的球队你能得到C罗 真的是你这支球队的荣耀 这个C罗昨天差一点就成为利亚德胜利的英雄啊 这个光光好几小都提在门柱和横梁上 奈何运气不佳 昨天差一点就天神下凡 差一点就逆境状 差一点就是以绝对核心的身份带队取得胜利 就差那么一流 所以说呢这个很遗憾啊 那么虽然说球输了 但是并不能掩盖C罗作为领袖的光芒 所以说呢也希望C罗能够接下来吧 越打越好 虽然说这个国王杯这个冠军跟那个C罗无缘了 但是C罗还有一项非常重要的紧妙 就是那个沙特联赛啊 对吧 他虽然说现在目前少赛一轮 往那落后三分 但是按照现在C罗的这个带队能力 以及身体状态 我认为完全有可能逆袭 带领球队取得沙特联赛的这个冠军啊 完全没有问题 我们也祝福超级巨型C罗 能够在不断的这个取得成功的道路上取得成功 我们也祝福超级巨型C罗 能够在沙特不断创造属于自己的历史啊 毕竟是号称欧冠之王的男人 那个目前来看 要是打亚冠的话 那只有华山一条路可以走 这个就是带领利亚德胜利 夺得沙特联赛的冠军 因为这个你打亚冠的话 他有两个硬性标准 你一定得是冠军啊 这个国王杯的这个沙特国王杯的这个冠军 你就和C罗 C孤拜了啊 说再见了 那么欧冠之王C罗 还有沙特联赛冠军可以争夺 那么我们也祝福C罗 能够超强带队 带领利亚德胜利 走向新的胜利 我们也祝福欧冠之王 早日能够取得亚冠的名额 好了我是少哥 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